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段时间我们读铁萨隆尼加前后书 今天进度到了铁萨隆尼加前书第三章 保罗为着铁萨隆尼加教会的信徒生命稳固而感谢神 从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口吻 我们可以观察到保罗对教会的关爱以及热情 铁萨隆尼加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 对于保罗而言这间教会就像他的孩子 一个亲生的孩子 你亲生的孩子你当然会想要亲自抚养他 呵护他拉把他长大 看他慢慢的成长茁壮 然而因着犹太人的逼迫 为了不要拖累其他人 保罗他不得不离开铁萨隆尼加 可是呢他的心仍旧心心念念的这间教会 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继续按着神的真道而行呢 于是保罗就派遣了提摩泰 一个他很信任的同工 前去探访铁萨隆尼加教会 经文里面说到 我们既不忍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 做神执事的提摩泰前去 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 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珠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 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为此我既不忍再忍就打发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叫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 保罗一路上因着犹太人的嫉妒和追杀 他迫不得已离开了铁萨隆尼加 去到了毕利亚又到了雅典 本来他是在雅典等候提摩泰 将探望铁萨隆尼加教会 把教会的境况回报给他 可是常常我们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 保罗没有办法成行 最后他是到了哥林多 才与希腊和提摩泰会合 没有办法见到面 所以他很挂心铁萨隆尼加教会 是否在信仰上有坚固有稳固 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患难跟试炼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靠主用信心胜过苦难 但也有人因着信心软弱而被苦难胜过 保罗生怕铁萨隆尼加教会被诱惑 偏离信仰 也担忧他们因着逼迫和苦难 各样的患难就信心动摇了 这是不是很像爸爸妈妈 为了未成年的儿女在担心 生怕未经世事的孩子 被坏人诱拐 学坏了走偏了路 保罗是恨不得他自己 能够亲自的前往铁萨隆尼加教会 看他们 可是迫于局势 他派了一位他信赖的同工 提摩泰去关怀 去兼顾他们 感谢主 保罗从提摩泰 所回报回来的消息 得到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经文里面说到 但提摩泰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 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 切切的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 因着你们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 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盛世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呢 提摩泰带回来的好消息 振奋了保罗的心 虽然他们是新生的教会 虽然他们遭受信仰的逼迫 铁撒罗尼迦教会活出的信心 激励了保罗 激励了当时的教会 也激励了现在的我们 看着这间教会 带给保罗的喜乐 深渊我们的信心 也带给我们的牧者喜乐 即使在困苦患难中 让我们靠着主的大能 能够站立的稳 让我们的信心 也成为黑暗中的曙光 被神使用来鼓励 安慰其他人 第三章的最后 是保罗为铁撒 奴尼迦教会的祷告 我们昼夜窃窃的祈求 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神我们的父 和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引领我们 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 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 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 心力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这一段祷告 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但愿慈爱的天父上帝 和亲爱的主耶稣 帮助我们 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爱众人的心 都能够因着主的爱 而不断地增长 让我们带着警醒的态度 来认真过每一天 为主而活 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 在他面前 我们都要能兼顾信心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愿神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